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抓住你们 我要把你们全都抓住 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们 邪恶女巫 可罗海的临死的包裹 包裹给我的 她就是这么说的 傻瓜 是每月魔法俱乐部寄来的 你是 还有完没完 怎么才能让他们不再寄这些没用的魔法书 每月魔法 这种破书只有一个用处 烧火 都是些没用的魔法 能让人只爱他自己 多么可笑 可笑 真太可笑了 等一下 如果能让那些可恶的小蓝精灵只爱自己 就能摧毁他们之间的友情 这种衣太好了 我喜欢 我也是 宝贝儿 我也是 真是太美了 是啊 夫妇 这个水池真的很美 哦 是啊 水池也很美 墙壁上的矿石散发出柔和的光亮 外界的声音和微风都无法进来打扰这里的宁静 下水喽 怒怒 这些都被你破坏了 哦 是的 都破坏了 全都准备好了 喜娘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自裂魔法的所有材料都在里面了 现在我要念咒语启动这个魔法了 自裂魔法听从我的召唤 让名字写在这儿吧 我忘了写了 让蓝精灵从此只爱自己吧 非怕 邪恶的自裂魔法 吹回蓝精灵之间的友情 让他们从此只爱自己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开始围着树林跑吧 伙伴们 好了 实话谁说吧 爸爸 那当然了 蓝妹妹 你觉得哪件裙子更适合我呢 说实话来 妹妹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奇怪 哦 天呐 我也是 嗯 有没有发现这些胡子使我显得很高贵 也许 爸爸吧 那么我的裙子呢 你的裙子 哦 我真傻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穿什么都是最漂亮的 嗯 我也是 我也是 哦 这阵风真奇怪 把球踢给我 剑剑 为什么给你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星 哈哈哈哈 你 别开玩笑了 萌萌 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我是最棒的 哎 萌萌怎么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球星了 真是太可笑了 是不是 是啊 大家都知道我才是 哈哈 没错 这肯定是最伟大的想法 什么想法 通通 啊 不行 这是蓝精灵史上最伟大的想法 一定要先告诉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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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蓝精灵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想法 哦 聪聪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爸爸 我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想法 我蓝爸爸早在一年前就想到了 快点画画 我这块肌肉都要抽筋了 马上就画完了 画画 我有个绝妙的好主意 如果你画一幅站在 站在水池边的我 就能在一幅画里出现两个最美丽的蓝精灵了 对不起 夫妇 我已经在画最美的蓝精灵了 不会吧 好了 最伟大的杰作诞生了 时间正好 你在开玩笑吧 画画 我是认真的 艺术永远是最神圣的 姐姐 不要 这么圣洁的星星 一个江湖 两个江湖 三个江湖 四 可以来沙沙玩什么呢 我在跳最好玩的跳水 我知道了 甜甜和懒懒呢 我怎么会知道 怒怒 我已经不跟他们玩了 他们玩的东西太幼稚了 狼莎莎 你没事吧 我更喜欢有意思的游戏 比如现在这个 一个江湖 两个江湖 三个江湖 四 五个江湖 六个江湖 七个江湖 再来 聪聪 真高兴你回来了 真高兴还有人这么想 我有件大事要告诉你 哼 大事 能有多大 我刚想出了一个最伟大的想法 太巧了 聪聪 我也是 我最伟大的想法还真伤脑子 爸爸 爸爸 那几个小精灵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和我玩了 那是你的事 怒怒 只管自己 不管别人的生活太舒服了 我早就该对自己用这种魔法了 魔法 哦 魔法 看来你说对了 怒怒 肯定有一种魔法让一切都乱了套 哦 天哪 你们听 自恋魔法 魔法一旦启动就能让中魔法的人只爱他自己 这还用中魔法吗 你没看出来吗 蓝精灵们之间的友情消失的原因 就因为他们只爱自己 我还是不明白 要想不解自恋魔法 需要给中魔法的人吃一块千须饼 哦 还挺严重 哦 只有美食魔法师知道千须饼的配方 不过想让他帮你的话 就必须用好听的话哄他开心 一定要让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伟大的魔法师 还是那么完美 哦 是门铃 我还以为是开饭铃呢 有事吗 好心人 你就是那个天下闻名的天才美食魔法师吗 哦 你说是就是吧 我们遇到了一个只有你这种魔力强大的人 才能解决的问题 别说了 我最讨厌听到问题 你们走吧 哎呀呀呀呀 你身上这件长袍可真漂亮 哦 你说的是这件吗 我只在房子里穿它 好大的房子呀 设计得真棒 装修也很精美 是啊 没错 闻起来真香 哦 你一定是天下最好的厨师 哦 是啊 是啊 你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 你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吧 我们不胜荣幸 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了 说得对 说得对 你一定也知道怎么做谦虚饼吧 魔法师先生 当然 但我绝对不会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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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问题在于 不不不不不 请不要说问题 会让我消化不良 可是好心人 你只要 我这辈子最讨厌两件事 听别人说问题 还有就是烤谦虚饼 后来格格物说的是真的 格格物 那个傻瓜说了什么 就是没人会做谦虚饼 特别是大胖子 比如美食魔法师 大胖子 哼 我要让他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魔法师 记住 让那个愚蠢的格格物 把他全吃光 好的 魔法师先生 我们会的 希望谦虚饼能让蓝精灵们 停止自裂 这样就能重新喜欢我了 天哪 他们不肯吃 这个怎么办 我有办法 这个小家伙总是自以为是 注意了 注意了 广场上的这块饼 只能给村里最漂亮的 最聪明的 和最有最棒的蓝精灵吃 听说谦虚饼难吃得很 你看爸爸 要不是我说服了美食魔法师 做出谦虚饼 蓝精灵之间的友情 就永远消失了 你 是因为我他才留我们吃饭的 你们忘了吗 让大家开口吃饼都是我 你 你这个小家伙就知道给我们捣乱 那我呢 你也一样 你都不如我 当然了 就是你老婆 孩子们 你们都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那当然 爸爸 可如果你们太骄傲了 我还给你们留了三块饼 千须饼 好了 大家终于到齐了 今年我们又获得了大丰收 为了庆祝 我将为你们举行一个盛大的丰收月亮节 我最喜欢过节时一起打球了 这次的月亮节蓝莎莎 其实是一场盛大的舞会 希望有人能陪我一起去 好啊 我陪你一起去吧 蓝妹妹 对不起 伯伯 他说的是我这样的帅哥 他喜欢我抖得开心 我的大环城啊 在这边增下去 爸爸该把舞会取消了 我一定要选个办法 他肯定会选我 从他看我的眼神就能知道 蓝妹妹绝对是把你当成小丑了 过来排队 你们这些摔小伙 准备参加蓝精灵先生比赛 居然还有这种比赛 要胜者才能陪同蓝妹妹出席舞会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要怎么才能参加 只要签上名字再写出你的优点 我怎么写得完呢 这次我发明的变身魔药肯定能成功 阿兹猫 我经常说如果不能打败对手就变成他们 然后打败他们 不不不 阿兹猫 乖猫猫啊 你真是这蠢猫 气死我了 来 我们继续跑 如果想参加竞赛 就一定要拿出最佳的状态 阿兹猫 快跑 我快跑不动了 快 钻到洞里去 救命 等等 等等我 差点抓住我们 你的鼻子怎么了 我的鼻子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看着有点不太顺眼 可能是被阿兹猫挠了一下 对 对 是这么回事 被他挠了一下 这个大鼻子肯定赢不了蓝精灵先生竞赛了 对 不过你也赢不了 什么 你们要举行了 蓝精灵先生竞赛 是的 今晚在蓝精灵剧院 村里所有的蓝精灵都会参加 太好了 太好了 到时候我解除魔法 就能一下子抓住所有的蓝精灵了 你们就练这些是没用的 我赢比赛靠的可是头毛 好 行了 这样在变身魔法解除之前 它们就不会注意我了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的小毛驴呀 蓝妹妹的虎会长裙可真漂亮 穿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呢 蓝莎 你的眼睛里只会有我 因为你的嘴里会填满食物 太好笑了 很快我的嘴里也会塞满蓝精灵的 各位观众 本次蓝精灵先生竞赛 正式开始 没想到约个会也要这么麻烦 首先介绍一号选手 蓝精灵汤汤 汤汤的爱好是烘焙 油炸 水煮 烧烤 还要吃 接下来是蓝精灵伏伏伏伏的爱好是 早晨起来照镜子 晚上睡前照镜子 下午还要照镜子 下一位选手是蓝精灵乐乐 乐乐她最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快乐 我们都曾经被她逗得死去活来 送给你的蓝妹妹 抗议 抗议 选手不许贿赂裁判 那你把她打开吧 下一位就是蓝精灵汤汤 这下可太丢脸了 下面有全体参赛选手为我们表演歌舞 开始 我都快错了 接下来是能力大比拼 首先 用魔术师摊摊表演十五消息术 不可思议 下面请欣赏福富的表演唱 下面请注意 是大鼻子蓝精灵的格格物模仿秀 快点 别急 可恶的小蓝精灵等我抓到你的那一天 学的简直是太像了 下面有请蓝精灵浓浓和她的蚯蚓杂集团 紧接着是灵灵演奏的丁子琴 最后登场的是变脸蓝精灵夜夜 请看第一张脸 第二张脸 第三张脸 最后 第一千张脸 下面是蓝精灵先生竞赛最重要的部分 意外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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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说过还有意外问答题 所以才叫意外问答题 请听题探探 如果蓝妹妹在舞会上饿了 你该怎么办 我会端来一盘子饼干 给蓝妹妹吃第一款剩下的归我 真体贴 听诈夫妇 如果你陪蓝妹妹出席舞会 赶上下雨 你会怎么做 用镜子遮住头顶 然后赶快跑 说得好 说得好 可怜的夫妇 我也不希望她淋雨 乐乐 如果你当选蓝精灵先生 打算怎么哄蓝妹妹开心呢 送她礼物 送她好多好多礼物 让她一晚上都拆不完 我最喜欢礼物了 哈哈哈 好了各位观众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谁是今晚的蓝精灵先生 也会知道谁不是蓝精灵了 哈哈哈 这位让大家期待已久的 获胜者就是 啊笨 不不不不 倩 不不不不 福 不 快说匆匆 快说匆匆 匆匆 不 哦天呐 我决定不了了 你们都有自己的优点 啊 知道了 你们一起做我的蓝精灵先生吧 我们赢了 什么赢了 是啊 不过我才是今天最大的赢家 哈哈哈 哥哥 是的 现在我比你们这些小蓝精灵大多了 我一定能 哼 我不得不告诉你哥哥五 你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大 是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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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阿子猫 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是吧 你不会欺负我这么个小东西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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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狼人呀 蓝妹妹看起来真开心 哦 我还是赶快收拾舞台吧 嗯 蓝莎莎 我想给你一个小惊喜 惊喜 太好了 现在可以睁开眼了 哦 爸爸 真是太漂亮了 送给你蓝莎莎 穿上她参加舞会 可我还没有舞伴呢爸爸 现在你有了 呃 该换我了蓝妹妹 下面该换我了 我讨厌花来坏去 请你跳个舞吗蓝莎莎 抱歉 现在我有自己的蓝麒麟先生了 对吗爸爸 说得对 对 对 对